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臣哪敢自有 这 这可真是太好了 就算如此 那又如何 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 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 会不会另有其人 长管王殿下 长管王殿下 那天我给你的可是干净的身子啊 长管王殿下 娘娘 太后娘娘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阿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哀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母后 这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啊 这怎么说不清楚呢 如果阿碧说的是真的 你跟贵妃现在没有皇子 阿战是储君 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儿 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太孙哪 没想到哀家居然先抱上孙子了 阿战 阿碧腹中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 阿战 阿战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她迎进新王府啊 皇姐 现在说这些恐怕为时太早了吧 单凭一名太医 怎么能证明她真的怀了身影 原福 再去宣两名太医过来 遵旨 看来已经有人开始心虚了 贵妃 你没做过娘 不知道孕妇在大冷天 是不能跪在地上的 快把她扶起来吧 太医院医政秋惠泽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你们就在这儿给她看着 务必要准确无误地告诉皇上和太后 她到底有没有申约 遵旨 遵旨 你看看 要是真的她怎么会这个样子 她分明就是楼师派来骗你的 禀皇上 臣等降官这位贵人脉相 如珠走盘 定是喜脉无敌 你们先退下吧 是 殿下 你现在总能相信我了吧 不能哭 这个时候可不能哭 傻孩子 天家的血脉当然要谨慎 皇上都叫几个太医来给你复诊 也是为您好 你马上就能为皇家开枝散意 这是喜事 这个孩子 我不能要 阿湛 今天再做的没有外事 我就不妨直言了 其实皇上 早就已经把陆贞许败给了我 所以除了她以外 我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生儿育女 娘娘 你是后宫之主 一切事情就劳烦你了 你疯了 这个是你第一个孩子 对啊 阿湛 你要不要考虑清楚 她毕竟是 当断不断 反受其外 我心意已决 还请诸位不必再劝我 哀家绝不同意 殿下 常言道 虎毒不食子 这事儿 你欠考虑了 我知道你对陆贞情深义重 但这孩子 是目前皇家唯一的血脉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呢 没错 这个孩子现在是皇家唯一的血脉 但那更是我的孩子 我相信这个宫里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更有发言权 太后娘娘 你可以不用再装下去了 那一晚我为什么会宠信阿比 我相信你 还有楼清墙比我更清楚 不错 皇上他现在虽无子嗣 但是他春秋正盛 何患后继无人 而对于这个孩子 他既然因为一个错误而产生 我就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去结束他 皇上娘娘 高占颜旨于此 其余的事情 就劳烦你们二位 你要去哪儿 清静殿 长官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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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长官王殿下 求求你不要打掉我的孩子 阿比 对不起 我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不要 不要 长官王殿下 不要 别去了 阿兰赞烦着呢 快 殿下 你怎么来了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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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已经都处理好了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你要打掉那个孩子 是 我必须这么做 可是 那毕竟是你的 阿兰 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孩子 阿湛 阿兰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呢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 我之前也曾信软过 但是肖还原说得对 娄使他存心就是想 用阿比这个孩子来对付我 如果我留下这个孩子的话 只怕会后患无穷 我们之间就会有更多更多的麻烦 阿朕 你别够我心狠手了 我宁可负天下人 我也绝不负你 可是你这样做 又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你不能这么说话 那是我的孩子 我做出这个决定 我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但是事到如今 我们必须要有装饰断腕的决心 不行 断了手 人还可以活 可孩子要是没了 就什么都挽回不了了 阿朕 你不能这么做 无论如何 孩子都是无辜的呀 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啊 如果我要那个孩子 我就必须要纳阿比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真心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就算是这样 再说 让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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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你 的孩子 阿颤 阿颤 你知道吗 我娘 当初就是怀着我 嫁给我寄妇的 如果她稍微自私一点 拿掉我 凭她的才智容貌 到哪儿不能去当一个正妻 可是 她却为了我 没错 你去拿阿颠 我一定会很难过很难过 毕竟 我原本以为 事情已经过去了 可是没想到 可是没想到 阿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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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并没有再责怪你 我 我只是 我只是没有将老这个结果来得这么突然 事到如今 我 我并不在乎你娶她 我只想求求你 留下那个孩子吧 阿颤 我可以答应 但是老实不会放过我 她不会怎么样的 阿比再怎么说 她已经 已经是新王府里的人了 你只要快点接她回去 我求求你别再逼我给你出主意了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阿颠的父亲是四敏官员 要有绝位在世 现在你们的事情已经超越戒指 你 我不去她 你不去她 你不去她已经不行了呀 你必须得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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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我的错 也是我对不起你 我听你的 你必须得去她 我听你的 你不去她不行了 你 你们做的好事 事情还瞒着哀家 要不是哀家提前看出端倪 替你们补了窟窿 你们现在 已经在阴曹地府里面待着了 你们那位 原来 你 这位太医是你们派来的 你们派来的 你 您不能怪我呀 你 你不能怪我呀 这个贱人 连我也给骗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怀上 我还以为你真的怀上 我明明处处都比路真强 可肠狗王殿下 凭什么宠幸了我之后 就把我放在一边 不管不顾 我气不过 于是 我就买通了一个太医 我 所以你就撒了 这个弥天大慌 买通一个太医 又算什么能耐 九个月过后 你一样还是生不出孩子来 我原来识想 我只要能够嫁进了新王府 就万事大吉了 大不了 再过几个月 随便找路真的什么茶子 滴一雕什么的 把孩子给做掉 没准 没准殿下已怜惜我 说不定 说不定我就真的有一个孩子了 你倒是打得好主意 可你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好 高湛为了讨好路真 宁肯连孩子都不要 哭什么 犯了欺君大罪 你还有脸哭啊 你想不想活 那你就给我记着 你肚子里面 确实有一个孩子 这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说呀 前后经过三位太医的确诊 他肚子里有孩子这件事 已经是铁板钉钉 无可否认的了 你不用担心 有哀家护着 你一定能顺利嫁入新王府 毕竟 你不是一般的宫女 你是堂堂正正的女官 现在有了孩子 就算常挂王他真的想赖账 其他阎官也不会答应的 否则 一旦被贴上师德的标签 他这个储君之位 也就别想再做了 可 可我到了那个时候 你还是没有孩子 哀家说有 就一定会有 请瞧 在 你马上安排人 把阿毕送到长公主府上 是 大人 我还是不明白 太后娘娘 为什么把阿毕 送去长公主府 留在咱们这儿 不是更安全吗 你懂什么呀 你真的以为 萧焕云那么傻吗 今晚就会让阿毕去堕胎啊 他肯定 是先给阿毕 冲封个财女宝林之类的身份 把事情给遮掩下去 等过上个几十天 再来个暴病而死 到时候 什么痕迹都掌握到 谁叫太后没有凤印 强不过萧贵妃啊 她就算想留阿毕 也留不住 要是把阿毕送到长公主府上 萧贵妃无论如何 也不敢过去要人的 别看他们俩现在好得很 可长广王以前身边的女人 全都是被萧焕云给整死的 为了这事 长公主不跟萧焕云说话 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去 你去 皇姐 你不用发火 就算太后她再有目的 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犯傻 为了宠爱陆贞 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皇姐 我这次来 并不是要找你行事问罪 而是 要你帮我好好地照顾阿毕 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 是因为我害怕罗太后 她利用阿毕来对付我 因为我和太后之间 始终是水火不如 怎么会这样 皇上不是说 太后都已经改了吗 没那么简单 皇上她现在完全 被母子亲情所迷惑 更看不到太后背后的阴谋 皇姐 我求你好好想一想 太后之前三番四次地 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 可这次 又处心积虑地 要留下我这个孩子 她背后一定有阴谋 如果把阿毕放在宫里 太后她一定会有所动作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地 帮我照顾阿毕 让她平平安安地生下这个孩子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罗氏带走孩子 我知道 朝堂上的事我管不了 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 我这个做姑妈的 就算拼了性命 也会保护好她 谢谢您 皇姐 阿毕竟是你的孩子 你不想要是你的孩子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想要是你的孩子 你不想要是你的孩子 本来就是阿珍劝我 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 我没有想到 他为了我 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 拦都拦不住 他要往火坑里跳 就算嫁入李王府又能怎么样 难道他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去跟阿珍说这些具体的安排 虽然他一直在劝我 但是我能感觉出他已经快崩溃了 我去跟他说吧 这种事 女人之间会比较好开口一些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他的嫂嫂 所以我们现在在想 给他一个宝林的身份 把他留在长公主府 直到生下孩子 卢贞 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好 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单听你说一个好 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 贵妃娘娘 你以前教过我 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 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 我现在就是在慢慢地学啊 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 不便怎么行呢 实事造人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师父曾经教过我 站在什么位置就要说什么样的话 我现在算是慢慢领会了 贵妃娘娘 我相信当初你刚来启国的时候 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 我也好想回到从前 什么事都不想 只是听听曲子 秀秀话 过万年 我那时就还有一大堆事要忙 可没有时间在这儿发愁难过 你帮我转告阿湛 我支持她做的任何决定 无论是先立她当侧妃 还是先接她入新王府 我都接受 现在看来 你倒真的有些楚妃的气度了 阿湛 还不赶快进来 我找她 别说 什么都别说 我都懂 你们与其有时间 在这儿浓情蜜意 不如好好地想一想 该怎么应对楼市 令孩子出生了 还有九个月时间了 我想我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要马上对她反隔一击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脑子有点乱 今天从长公主府回来的时候 我彻底地想清楚了 楼市这段时间趁我不在 赶到了皇上重回任寿殷 现在又利用阿碧这件事情 将我陷入两难的境地 无论我现在要不要这个孩子 我的处境都会非常尴尬 很明显 她已经折服了太久 终于忍不住要对我有所动作了 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 如果楼市对我再出手的话 我就不会对她手下留情 与其我们坐以待别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她出手 既然她在我的左裂上捅了一击 那我就必须在她的心窝里 还上一刀 你要我们怎么做 皇爷 阿朕 我需要你们两个 帮我演一场戏 娘娘心动 喜怒啊娘娘 住嘴 陆朕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人 告诉你那是给你面子 你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楚妃了 微臣有自治之名 贵妃娘娘恕不远坐 走 阿朕 现在 人人都知道 要册封阿比当暴力 所以我兴致勃勃地 保陆针伤口上撒烟 而陆针恼羞沉默 和我当众大成丢尽了鞭子 接下来 就该她向你兴师问错 和你闹得不可开交流 王爷 这些日子 你为我做了很多 谢谢你 算了 我以前也做了太多的了 虎吐师 也一直没有正式跟你说过对不起 希望现在说还不算太晚 贵妃娘娘 我要对付娄氏这件事 还是不能让皇上知道 那是自然 毕竟阿姨心肠太弱 不巴黎 不是文武裁 不是打扰我吗 是哀家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微臣罪肝万死 这里没有外人 无须多礼 快起来吧 哀家知道 下午在内饰局的事情 我听说你还在修文殿 和长寡王殿下吵了一架 心里肯定不舒服 就过来看看你 娘娘 长寡王殿下明明答应过我 不许阿碧生下那个孩子的 可去了一趟长公主府 他竟然改变了主意 还答应让阿碧做宝林 宝林虽然是六品 不过就是个储君士妾 算不了什么 哀家早就提醒过 你要和阿碧和平共处 可是 他怎么 他怎么能骗我呢 怎么能让阿碧 逼我先嫁入西王府呢 男人都是这样 再多的女人 也比不过一个孩子 我恨他 我恨他 现在陈宫里的人 都认为我痴心妄想 说什么 阿碧现在的身份 比我还要高 如果 没错 如果他将来生的是个儿子 没准会母以子贵 将来当上楚妃 他将来 他将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还要跟着常广王殿下吗 你要想清楚 到时候 你要天天 在他的面前立规矩 对他三呼九寇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哀家有个法子 可以帮你收拢常广王的心 也可以让常广王 不被阿碧迷惑 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 放在常广王的香囊里 他就会对你一往情深 甚至 连肖幻云都忘了 定情珠 那是我们楼市的传家宝 要不是这个宝物 哀家怎么能在 玉氏死了之后 那么快就当上了皇后呢 那 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帮我呢 哀家帮你 第一 是看你可怜 第二是不愿意看到 萧唤云那么张狂 第三 你得答应 将来你当了楚飞 这个孩子 得放在哀家的西夏馆 当你需要这颗定情珠的时候 随时来找我吧 看来不用阿贞的劝说 看来不用阿贞的劝说 楼市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对我下手了 他还真是恨我入骨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殿下 我查过了 这个定情珠 珠子是好珠子 就是在马前子游里 近了数个月 如果人长期待在身上 里面的毒性 会慢慢散发出来 清泽会让人产生幻觉 严重地会让人发狂 只是发狂 原来他打得是这个算了 他还真是环环相控 恶毒至极 他爱于皇上 不敢直接向我动手 于是就靠这颗珠子 让我得了这个疯癫之症 而我要是一旦救病复发 就不配再做这个储君 那么到时候 不管皇上他有没有后 那个他亲手教养的孩子 便会成为他的傀儡 难道 太后想要自己临朝 再没有比右帝 更好控制的工具了 只怕现在在他心里 就连皇上 也都是个傀儡 那我得加派人手 守住长公主府 一定不让太后有机会 和阿碧联络 来 我一切都见过 你不缺了 也不能跟她 说什么 我会最好的 医生 plate 是 好 你 来 飞玉侧入围宝林 入莺寻机由睡掌公主 以起更高封号 果然不出殿下所料 妙 父亲 太好了 父亲 您总算来了 出什么事了 我已经快三天 和太后娘娘失去联系了 你快想办法 给宫里传个消息 就说掌公主 总让外面的大夫 给我来把瓶安卖 我这里快顶不住了 你什么意思啊 朝里谁都知道 常广王和太后娘娘 是两路人 你都是常广王殿下的人了 怎么还和太后搅在一起啊 我 父亲 其实我一直瞒着您一件事 我肚子里 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 你流产了 不是 其实 我从来就没有过 什么 那天晚上 你不是和常广王殿下 那天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晚上我很害怕 常广王殿下看我害怕了 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后来 虽然我也想努力引诱他 可是 那个香里也有定神的成分 他最后 他最后居然睡过去了 你不是有露虹吗 那也是我 刺破手臂的 你不许了兄弟 你 πτα cash 你不是乱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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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走人的 亂走人的 我做了我 我对你 你不是乱照人的 我去圳衣 你不是乱取的人 要是我能够进了新王府 假以时日 他肯定不会对我不管不顾的 那太后娘娘知道了吗 太后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 甚至还打算另外找一个孩子 假装是我生的 所以我现在一定不能让别的大夫 给我诊办 要不然 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不对 既然太后娘娘这么安排 就绝对不会三天都不跟你联系 出现这种事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有人不想让你和太后联系 而这个人 芭城就是常广王殿下 那该怎么办啊 阿碧 你闯了这么大的火 你眼前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 跟着太后娘娘干 要不然一旦露馅 死的不光是你 而且 还会连累我们整个沈家 好 大夫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一定要让太后娘娘 马上知道这件事情 难怪已知没有消息 看来高湛是铁的心 不让咱们和阿碧有联系了 这可怎么办呢 您吩咐的女人 我已经找到了 可是我们总要把阿碧 接回宫里面来 才能把孩子塞给她呀 送出去容易 接回来难 我万没想到 高湛又回心转意 一心又要了那个孩子 也去告诉皇上 说哀家担心 长公主府那儿人手不够 又怕高湛误会 请皇上从太医院那儿 拨一位太医 每天到长公主府那儿 请一次平安麦 以皇上谨慎的性格 绝对会从 给阿碧曾经问过枕的 三个太医里面 挑一个出来的 姑妈 好计策 如果由皇上派出去的话 就是长广王 他也不会反对了 等到孩子五个月的时候 正好是端午节 那时候所有的宫眷 都会进宫 哀家就可以顺势 把他留在仁寿殿里 对呀 姑妈 让他突然不舒服 然后说一挪动 就会滑胎 就算这样也不行 也可以送他回老家 反正 这也是咱们大吉的老风俗了 沈悟绝 应该知道会怎么办 去 通知太医 让他叫阿碧 在长公主府里 静心养胎 有什么消息 我会让太医通知他的 是 可承议 你怎么来了 江长上好 我们上宫大人 他最近胃口一直不好 所以特来跟您删了一下 帮他混混胃口 做一些开胃的菜给他 没问题啊 我今天晚上 就让他们准备几个小菜 每天给何大人送过去 保证一个月不重样 那就麻烦您了 这是什么呀 别动 这是长广王殿下送给长公主府上的知识 要是你想看看 我帮您打开 你是怕我动什么手脚吧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是白扇啊 好金贵的食物啊 这不是白扇 是蛇肉 是什么 何大人 我知道您见识过 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说他爱吃蛇肉 我们就得天天送 可是这大冬天的 蛇都跑到土里去了 我们上哪儿去找蛇肉啊 所以只能用白扇充当一下 反正他也分不出来 三天两头就要吃 吃得高兴极了 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人 这一天往长公主府跑三次 累都要累死了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只是我看你们八戒的还挺高兴嘛 哪里的事 你是不知道真正八戒的人 是长公主府里的管事 神掌伤害喜 最近特别喜欢吃山楂 所以啊 在这大冬天的 他就到处地找啊 山楂 真是奇怪 我啊 我越想觉得事情越不对 杨姑姑 你得帮我出个主意 不就吃个山楂嘛 有什么不对啊 怀孕的人都爱吃酸的 问题是他和白扇一起吃 姑姑 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吗 因为我爹娘原来就是在 公郡王府里做厨子的 白扇和山楂一起吃 岳父会流产 所以我娘从来都不给府里的夫人做安排 你才怀疑阿碧 嗯 我悄悄打听过了 最近那个阿碧 在长公主府里舒服得很 没病没痛的 吃了那么多白扇和山楂都没事 这也太奇怪了 如果你确信你讲的没有错的话 长公主府里有的是老嬷嬷 这些忌讳也不会不知道啊 可是他们不知道他吃的是白扇 还以为是蛇肉呢 反正这两个东西长得也差不多 那你先别生长 我到太医院打听打听 再做安排 你怀疑的有道理 我看了阿碧的麦安 偏偏都是平安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就是有问题吧 没想到你这个吃货 居然靠这个丽丽打工 那可不 我可答应过姐姐 以后要去私善私当官的 嗯 别先撬尾了 我们先考虑考虑 这件事情该怎么查证 直接告诉姐姐去啊 不好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们仅仅靠怀疑 是抓不住阿碧的拉脚的 这件事情 在你姐姐的心里 本来就是一道八 别看她平时笑嘻嘻的 心里肯定很难受 我们得找到证据再告诉她 免得查不出来 又给她心头添堵 有了 杨姑姑 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 我知道怎么做 才能逼她献出原形 这是新字的春衣 沈掌伞不在宫里 桑仪大人特意吩咐奴婢 给你送过来 银残段 这也是长广王让你送的 是啊 你是有眼光的人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就是娘娘们 才能揣的银残段 看茶 看茶 给我试一下 那奴婢来帮你理一理 果然不错 这领子还有点问题 我帮你整一整 可能刚才手上蘸了茶水 擦一擦 滚开 保守毛角的 奴婢最该万死 来 拿着 前走晚去 三桑桑 她确实是那个 我就说有问题吧 我在那件衣服的领子上面 涂了厚厚的一层手工纱 没想到一试就试出来了 姐姐 殿下 她是清白的 她没有跟阿碧那个 我是说 才花啦 这位姑娘 小生的清白之群 终于可以交付姑娘了 谁知道 你有没有和别的 你没有呢 我就没有 他 永开无散的感觉真好啊 那 我们以后怎么要 咱们一定好好地合计一下 现在皇上没有孩子 娄氏他肯定拼命地 都想要一个 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子 所以呢 他明知道阿比腹中空空 还是要把事情闹大了 想必现在娄氏 已经养了好几个怀孕的夫人 等到产期一到 他就会宣布阿比产子 不会吧 他有偷天坏日 可是大罪啊 你觉得他手上的鲜血还少吗 这些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 娄氏他自以为聪明 没想到因为一盘白膳 就被丹娘看出了端倪 阿震 咱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给他狠狠地一击 你是想让阿比招供 但是太后多半会拒不承认的 而且上次他送我定情珠的时候 也是私下没有人看见 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这样我们至少 可以折断他一根翅膀 阿震 不要怕 有我呢 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地出一口气 阿震 阿震 前来客好啊 阿震福伯 虽每日领受殿下的赏赐 却一直没有盼到您来看我 所以这些日子一直自敢搏命 无心隐食 可是 可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殿下 阿比实在是 唤喜莫名 无心隐食 那就是说 最近太医不太得力了 其实也没什么 这话怎么说的 就像太后娘娘说的 你腹中的这个孩子 有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太孙 怎么能掉以轻心呢 这位就是我请来的大夫 他既是妇科胜手 又专制食欲不振 不惊悶 但是 我可以不振 你哪不听 我保安